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9日 周四晚上是被亚洲分组赛二继续进行 其中B组约旦将主场迎战南韩 两队近期都未尝败继 并且各自分组赛二都录得一胜一合 事意相遇彼此都没有必胜对手的把握 双方本轮交锋将会激战成河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约旦分组三二先后面对科威特与巴勒斯坦 虽然首战对手科威特FIFA排名130名开外 但是约旦似乎有所轻敌 球队凭借主力攻击手穆沙埃坦玛利的建功 上半场1比0领先进入更衣式 不曾想到科威特在比赛最后时刻攻破约旦球门 主场作战的约旦也只能录得一分 好在约旦四轮3比1击败巴勒斯坦 二轮下来球队合共录得4分 目前以微弱的优势排名小组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 约旦现在是小组中入球最多的队伍 再加上金仗作用主场优势 约旦绝不会轻易将胜利拱手让出 科队方面 南韩分组三二同样取得一胜一合 球队首轮与巴勒斯坦互交白卷 四轮以3比1战胜阿曼 黄喜灿 孙兴敏和朱敏泉三位前锋都有建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孙兴敏今次国际比赛日 由于伤病缠身 并未入选国家队 南韩的攻击力被削弱 好在比起约旦 南韩攻击线上人才积极 除了黄喜灿 朱敏泉之外 李康仁亦都是一位出色的攻击手 再加上后防线有拜仁中间金文在压阵 并不需要太过担心他们的防守表现 此番出征约旦 攻守兼备的南韩 有望饱和争胜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